百年时尚新 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 加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96年春节刚过 海南省海口市秀营区东山镇新岭冲村的村民黄家光就被警察抓捕了 而抓捕他的原因则是因为他被举报参与了1994年的一起两村泄斗案 由于这起案件中出现了人员伤亡 2000年经过法院第一二次审判 黄家光被认定为主犯之一 并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无期徒刑 然而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 参与泄斗案的外逃案犯逐渐被抓 当初举报黄家光的人也承认对黄家光的指控不实 再加上黄家光家人不断的努力申诉 2014年9月29日 海南省高院再次审判 黄家光被判无罪释放 1996年 黄家光被抓时年仅24岁 2014年他被释放时却已42岁 18年的冤语让黄家光获得了160万元的赔偿 但与此同时他也完全跟社会脱节了 回到家乡的黄家光发现父亲已经去世 姐姐也因悲愤离世 而哥哥精神失常离家出走 嫂子也改嫁了 他没有家人 也没有任何生存技能 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2016年10月 黄家光惊人介绍 与海口一位小他十几岁的漂亮女孩结婚了 之后他又入股了一家度假山庄 并担任了山庄的总经理 可惜仅一年之后 山庄就因经营不善倒闭了 不久后 妻子也选择了离他而去 因为一直没有工作 黄家光的赔偿款很快就划完了 陷入困境的他最后只能去村里偷牛 但却因此再度被警察抓获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偿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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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